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溫哥和看頭團 我是Leo 今天來到South Sur 介紹一個新的Town House Project 這個就是The Burroughs的第二期Bagsy這個Town House項目 這個項目將會有第一輪的22間Town House開賣 售價是95萬起 會是兩房間書房和三房間書房的選擇 發展商會是Streetside Development 發展商是一間加拿大的大公司Qualical的子公司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間公司叫Forswich Homes 在South Sur 都建了很多獨立屋項目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這個項目的管理費是兩毫一呎 成交入伙時間最早是今年年底 至到夏年年頭的慢慢入伙 地區位置會和我前一集介紹二手Town House Granfield Heights 差不多 所以社區配套和學校 大家可以參考我之前說的習近連結 不同了那麼多 馬上跟大家介紹這個項目 The Burroughs 總共計劃有超過300間Town House興建 算是South Surry Granfield Heights這裏的大型屋苑 位於新社區中心位置 除了生活方面之外 也都鄰近99號公路 連接著Richmond和溫哥華 而去White Rock這個那麼寫意的海邊小鎮 都是10分鐘車程以來的 整個區都是近這10年8年才開始發展 不同的發展商買了很多大型的農地 主要是建築獨立屋和Town House 所以大家都看到整個街道和面貌都是一個很新的住宅區 整個屋苑一共分三期 第一期的Halloway已經在去年年底賣光了 今次第二期推出Baxley將會有82間Town House 三期會有各自不同主題的會所 分別是健身室 多用途球場 宴會廳等等 在整個The Burroughs這個屋苑的住客 都可以共用三個不同的會所 算是一個挺特別的設計 Baxley今個星期開賣的22間Town House主要是兩個Floor Plan 兩房加書房和三房加書房 兩房加書房的設計比較特別 上面是有一個天台 而下面有一個Double Side by Side的Garage 這隻Floor Plan今次會有14個單位開賣 另外今次開賣還有8間三房加書房比較常見的設計 沒有露台 是Single Garage 外面的Driver可以多拍一部車 今次開賣的價格將會是95萬起 詳細的資料和Floor Plan我會放在影片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在下面登記 室內顏色方面有兩個不同的選擇 發展商也都保守一點 選擇兩隻 現在時下較流行的淺一點的顏色 一隻就酷一點 一隻就暖一點 銷售中心這裡有個物料的Sample可以給大家去參考 和示範單位第一期Holoway的顏色設計不同 The Burroughs這裡的銷售中心有示範單位 是第一期Holoway的三房加書房 很類似兩個禮拜後開賣的 Baxley的三房加書房 C2這個單位 我現在就在這個主層那裏 樓底有9呎高 地下都是用複合地板 樓梯位和睡房就是用地毯 入到主層我前面就是一個飯廳的位置 裝了一盞很漂亮的餐燈 亦都有燈仔 是讓大家去裝餐燈下的東西做餐桌 做一個dining area 前面就是廚房 廚房和這次Baxley的項目都會有這麼長的中度 雖然顏色方面和設計有少少不同 但電器方面都會用KitchenA的不鏽鋼電器 包括雙門戴雪櫃 一個洗碗碟機 我後面的五口明火煮食爐和焗爐 這些都是兩房三房常見的standard size 還有一個入陷式的叉油煙機 微波爐是用Panasonic常見的 Trim Kit在這個island下面的 廚房的收納量都很足夠 看到很多櫃桶 廚櫃的品牌是用本地的品牌 Sunrise 可以開一些大櫃桶給大家看 都是做了Soft Closing 廚櫃的物料 廚櫃面的物料是人造石 還有 後面的防潛牆 都是 有些磨砂效果的感覺 的人造石 廚櫃下面都做了一些很漂亮的LED燈 這些都是現在新project上見的 我現在前面的方向就是單位的客廳 靠近露台位 裁光都不錯 暖氣方面是用baseball heater 發展商有option 可以在主層和主人房裏裝冷氣 一部會是12500元 如果裝兩部就會是16500元 Townhouse的設計 主層這裡都會有Powder room客廳 方便客人或自己上洗手間就不用上上落落 跟大家上樓上看看房間和洗手間 這次Baxley的設計就是樓上8呎樓底 主人房不會有Holoway 現在大家看到的斜頂樓底 套房衣櫃和洗手間的設計就一樣 要經過了一個walkthrough closet 兩邊的衣櫃 都是衣架來的 沒有organizer的原裝設計 才會來到套房的洗手間 這一期的洗手間設計和上一期都差不多 但是顏色兩種選擇都會淺色很多 還有沒有做門柄 兩間客房的尺寸都跟示範單位差不多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空間感 這間是小一點的客房 如果放queen size床就可能要靠長房 大一點的客房放得到queen size床之外 就做到三邊落床的效果 而兩間房都各自有入場的衣櫃 這個裡面就沒有做浴間格 Basic的鐵架勾衣 客房廁所都是用浴缸 標準的設計 而這一期都是用惠儀抱的full size洗衣缸衣機 而且洗衣房旁邊還有空間去擺雜碼 地下這層除了車房之外 還有個flashroom書房 Holoway這單位的設計 flashroom是相對上比較小的 Basic這一期 大家可以預期這個位置 會大過剛才上面最小的房間 Single garage的闊度 和樓底高度 都可以拍到一架full size的SUV 後面還有少許位置可以放下東西 單車 要注意地下e-possy的物料 會是upgrade option 屋苑採用成本相對上較高 但是比較節省能源的職業式熱水爐 除了剛才的三房加書房單位之外 這裡也有另一隻三房加flash的單位 是類似今次Baxley的四房單位 不過這個單位暫時就未開賣 以及規格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就親自來這裡 可以參觀一下 展燒中心這裡就會在第一期Halloway 所有單位已經賣了 第二期Baxley就是一階之隔 這個屋 Meadows Drive的對面 現在都看到 頭幾個單位已經做了一些framing 已經蓋好了外殼 這個位置其實距離我前一集 介紹另一個 Granfield Heights的二手Townhouse 那一頭Granfield Heights 大概是1.4公里1.5公里左右 大概是開車過去幾分鐘 所以都很方便 這個項目的訂金是10% 有5%是簽合約的時候付 之後的5%是簽合約之後 六十日付 我都放詳細的 這個upgrade options的價單在右邊 給大家可以在這裡參考一下 大灣地區100萬以下的新Townhouse項目 選擇真的不多 那這次Debreros Baxley 這個project是95萬起 而且生活配套完善 效網也好 所以我覺得性價比不錯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希望你們喜歡吧 這次Baxley主要是2房3房加書房為主 但亦都有11間4房單位 接近1600呎 在稍後時間推出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聯絡我 我一有消息就會通知大家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再介紹其他樓盤 拜拜